一个反应就是紧张害怕了 没有办法能暂时去新加坡 老板安排给我就住在新加坡了 公司给我们两个礼拜的住宿 不用钱叫我们搬进去住 所以也带了许可怜 我是等下午的消息啦 因为现在也是不确定啦 有些人是讲说外本类是可以来回 有些是讲说可能也是不能进步 应该是会在凌晨12点之前 搬进来新加坡赞助 因为如果不然的话 也是要两个星期没有工作 我来特地早餐赶下来 是因为我妈妈会来给我拿这个电脑 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进来新加坡 我妹妹补大学她的电脑外交 所以我就交给她 所以妈妈就特地趁着最后一天这样 趁着最后一天 如果今天来不了就来不了 要等多等到下个月啦 有可能后个月 请不吝点赞